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HTML 为什么要学习HTML 就是生活所迫 生活所迫 然后不学 今天的课程不学完的话 群姻妹子不要回家 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好 待会把这个 发给群姻妹子 不在 不在没关系 已经解除了 已经解除了 没关系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HTML 实际上它的一个重要是 什么的 现在的话前端班是不是很火 什么传的 就是这个班 这个班之前是前端班的教授 就是前端班一期 那HTML他们是他们的一个重点 现在为什么火 大家最近应该也听说过 什么小程序 谷歌浏览器之类的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就是在HTML基础上去做的 大家看到微信公众号 你们现在有了那个微信公众号 你还会去下载一堆一系列的APP吗 就是随着我们的网速 随着我们的网速增加 网速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我们的HTML 我们的HTML在客户的加载速度 它也越来越快 就是现在的优户体验 实际上已经是挺不错了 大家在玩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应该是有一些 它是自己开发的一个APP 包括你们下载的安卓APP 或者IOSAPP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 都是采用HTML去做的 我记得有一个网站 有一个APP 就是像这种旅游类的APP 像那个什么去哪 还有鞋钱 它里面实际上都是内嵌了一个HTML页面 内嵌内容都是迟迟地从网站去获取下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前景 而我们的前段班就正好是赶上了这一波 他们的话 现在平均工资还不差 一万多吧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HTML 就是因为现在市场行情是比较火的 那HTML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力 又是干什么的 它是设计网页的一个基础吧 大家大学有没有学过HTML 大学的时候学HTML的话 半个学期讲的都是HTML 采用的是Gmovill去编辑的 半个学期学的 就是半年学的HTML 基本上在我们这边是一天就搞定了 至少我的大学是这样子 就不知道大家大学的HTML学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是设计网页的一个基础 但是现在比较火的是 是不是我们的HTML5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话 刺激到HTML5相关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一些HTML5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就是对它一个主要的内容 做